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构成专业的法律意见 仅仅是作为过去与工作学习的心得交流 这是今天演讲的阿尖的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开源软件的发展现状 开源许可证的应用 以及结合轰步入项目 谈谈具体实践 最后做一些总结感想 开源软件的发展 正如十年前马甘德森所说的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一样 我们现如今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软件所包围 小到手表手机 大到汽车飞机 甚至运载火箭 无一离不开各种软件的支持 智能家居智能城市 软件大致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效率 根据2022年新思科技所发布的 开源软件安全风险分析报告 从物联网到互联网 从制造业到教育业 几乎各样各样的代码库里面 都能看到开源软件的声音 可以说开源软件 也在深刻的影响着企业开 开发软件产品的模式 当然具体到我们程序员的日常生活也不例外 ID1编程软件 开发软件都能看到开源软件的声音 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 开源软件插件化 每一个软件也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比如说Chrome的Web Store 或者是Docker的镜像库 这样一个个软件超市 也让软件获取更加容易 那么究竟什么是开源软件呢 按照维基百科的词条 开源软件是一种原代码 可以任意获取的计算机软件 这种软件的版权 所有人在软件协议的规定之下 保留一部分权力 并允许用户学习修改 以及以任何目的向任何人分发 呃该软件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开源软件首先必须是原代码公开 然后版权所有人可以保留部分权力 同时允许用户在公开基础质上进行修改分发 用我们程序员自己的话来说 开源软件覆盖了软件开发的整个 呃开开源软件覆盖的软件开发生命之后 接到每一个环节 从原代码到构建再来分发 每一个部分都是开放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呃开源软件的应用 在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软件许可证 根据维基百科词条的定义 软件许可证是一种具有法律性质的合同或指导 目的在规范著作权保护的软件的使用或分发行为 也就是说软件许可证本质上是一种合同规约 目的是限定用户的一些呃用户的使用行为 从八十年代CopyLife的运动的第一个 Emacs许可证诞诞生至今 开源软件本身也得到常驻的发展 衍生出了众多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这幅图是由一些比较著名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所生成的一个词语 由此可以看出从一个 对一个刚刚接触开源文化 或者开源软件的同学而言 开源许可证确实会让人无所适从 但究竟为什么是呃 但究竟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原因 可以从呃一方面这离不开呃软件公司的不断投入 比方说网警谷歌 苹果 当然也离不开两大开源组织的推波助澜 左边是CopyLife的运动的起手 自由软件经费 右边是网警公司派人出来的开源组织 开源源代码出进会 由于两者本身的差异 也导致了他们对于开源软件认知上的不同 自由软件经营会更加关注预设工艺 而开源源代码出进会更加注重商业价值 笼统来说 开源许可证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 一种是宽松型的开源许可证 BSDISC MIT Apache 2.0 值得指出的是ISC MIT Apache 2.0 都是SpeedX的许可证标识 另外一类是限制性许可证 也就是自由软件经营会的GPL许可证系列 宽容性许可证 宽容性许可证 很missive license 就像之前所指出的宽容性许可证 更加的是注重商业价值 所以对商用软件更加的友好 但缺点是他不能保证 软件所软件的衍生版本 会继续以自由软件的形式存在 当然为很多开源软件的重发许可证 也提供了一些支持 限制许可证 及CopyLeft的许可证 和Permissive许可证不同的地方在于 最大区别在于限制性许可证 不允许 不允许代码变成商用代码 也或者是必源代码 这在这在一些具体实验之中 比如说谷歌就会禁止使用APGL OSL或SSPL SSPL是MongoDB 针对AWS所设计的一个license 当然像Facebook为了针对于一些 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 开发出来的BSD加PALENT 的这个许可证也得到 也也也引起了轻然大波 像APA基金会就明确指出 这不是一个开源许可证 不这这至少不是一个具有开源精神的许可证 开源许可证之间 在开源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开源许可证的兼容性问题 这幅图比较好展示了这个开源 开源许可证的这个兼容性逻辑 左边是宽容性开呃宽容性许可证 右边是限制性许可证 其中这个R4GPL V writing 3 就是我上就之前所说的这个谷歌 所禁止使用的使用的这个开源许可证 呃 另外值得强调是呃这个MPL1.1 是 啊 爬FOX曾经使用的许可证 由于不兼容 GPL VQ这个 啊 许可证 所以FileFocus重新开发了MPL2.0 这幅图里面没有很好的展示 下面来谈论几个关于许可证相关的话题 选择许可证 重发许可证 双许可证 贡献者许可协议 以及开发者原创证书 对于一个开源项目而言 它究竟需不需要许可证呢 假如没有许可证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许可证的话 这就意味着 你虽然是这个代码的这个copywriter owner 版权所有者 但是别人没有办法使用你的 你所贡献出来的代码 也就是Wall-Rights Reserve by default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在JavaScript的社区 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unlicensed的这样一个 特殊的这样一个制服创 这个不应该与unlicensed所混淆 unlicensed是一个 这里也是一个speedx的这个许可证标识服 它是一个公共领域许可证 在选择许可证 在选择许可证当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 一个是之前强调的两大许可证类型 一个是宽松许可证 再一个是限制性许可证 但如果是软件开发本身会有所处的社区 比方说apache基金会或者是CNCF 他们都会有自己所偏好的许可证 重发许可证 relicense 重发许可证一般会有以下几个几个几种情况 第一个当然是如果是违反了GPL 这个代码的这个要求 也就是这个compatibility的兼容性的这个问题 需要从需要需要修改 需要修改许可证 以达到这个兼容兼容性的这个要求 另外一个是社区要求 就像上面之前所说 CNCF他会偏他会需要 CNCF对所复化的项目要求 必须是apache2.0的许可证 当然如果代码之中之前有GPL 后来的发展之中把GPL都删除掉 或者是替换成其他的代码的话 他就可以重新重新relicense 用BSD或者是MIT也好 重新重发许可证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过去五年十年 云计算的新云计算的新起 开云软件开发商并没有从 从这个云计算之中获得比较大的这个回报 像mongodb,radius,confluent,elastic 他们都针对AWS提出了一些 自己的license 这些license虽然是原代码公开的 但他们不是真正的open source license 所以谷歌在自己的原代码之中 就像之前所说的 谷歌在自己的原代码之中 禁止使用SSPL 雙许可证模式 dualicense 针对于这个GPL2.0兼容的这样一个问题 Rust的社区经常会做一个双许可证的 这样一个设置 MIT or Apache 2.0 MIT用于和GPL2.0兼容 Apache 2.0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patent的这样一个条款 他以后可以做一些商业 做一些这个 对于商务商业开发会比较友好一些 当然另外有一些这种开源项目 他如果是需要有一些underuser distribution 一些中断客户的一些分发的话 他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商业许可证 来限制开源软件的使用 比方说MySQL 贡献者许可协议CLA 默认的版权原则是每个贡献者都会有自己的贡献 这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100条贡献就会有100条版权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而言 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现实 而开源许可证协议 有帮助将贡献者的版权转交给领导项目的组织或公司 这样子就可以比方说在比较实际的应用就是 MongoDB Elastic Search 他们之前都是开源项目 然后因为这个AWS的关系 他们想要修改许可证 就因为这个CLA的这个帮助 他们就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一个贡献者 都sign off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修改自己的许可证 当然CLA是一个 因为因为现在有越多的这个开源项目 都是在Github上 host 所以CLA的这个流程会比较方便些 但毕竟来说CLA也是一个多余的一个步骤 比方说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 像Oracle或者像这个iText 他都要求你通过这个Fax 或者是通过这个邮件的形式 去做一个指质的这个CLA 而DCO的出现 就大大减轻的这样一个CLA的 这样一个繁琐的这样一个步骤 它其实引入的时间比较早 32004年 Linux基金会就已经引入 使用的形式也比较简单 就是在commit message后面加一个sign off by 然后加一个email address就可以 但是大规模推广也只是近几年来的事情 值得需要指数的是这个DCO 不应该与不应该和那个 sign in commits 就像混淆 这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是说你你既可以是sign commits signed 用pgpk sign 也可以是又维持你这个DCO的这样一个 一个贡献格式 软件许个证的实践 在介绍homebrew的软件许个证实践之前 有必要讲一讲什么是包管理器 就像之前的那个 软件开发流程图 生命周期图一样 包管理器主要是负责软件开发 它当然也会有一些自己对应的仓库 像Java社区比较熟 熟知的像MavenCentro 或者是Python的PyPy 或者是Ruby的RubyGems 以及DockerDockerRegistry Homebrew也有自己的这个Registry 也就是也就是基于Github ContainerRegistry建立的PackageRegistry 包管理器的使用对象 主要是程序 这里只能指出指出的是 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叫Repology.work 它会显示出 不同版本的这个 在不同PackageManager 分发之下的这个版本之间的这样一些个 差异这样子一个好处就是对于 Homebrew的这样 或者是其他PackageManager的Maintainer而言的话 它可以借鉴一些Patch 这里又简单介绍一下Homebrew Homebrew是一个面向MacOS用户的一个 一个包管理器 它有一整套自己的DSL支持 就是命令行应用桌面应用以及字体分发 其中命令行 其中桌面应用就对应的是AppleStore 你既可以用AppleStore的这个MacOS的AppleStore安装 也可以用Homebrew的Cask来装这个桌面应用 在Homebrew的这个Terminology里面 有一个Type的这样一个概念 一般是分为CoreType和这个SearchType 这个CoreType里面的Foreign就会要使用到开源许可证 就像之前所指出的MongoDB和ElessSearch都改变了这些许可证 由于CoreType比较 CoreType是非常注重软件许可证的这个开源性 导致MongoDB和ElessSearch都现在用的是自己维护的这个Type 具体的实践 本身就是在HomebrewFormula这个DSL里面加入一个license资源 许可证规则 HomebrewFormula的许可证都是基于SpeedX的许可证 标识就像之前所说的 当然这里别值得指出另外两个特殊情况 一个是这个Public Domain 像按license虽然是一个Public domain的license 但是他但是在SpeedX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并没有一个一个基本的这个Public domain license 所以我们一般用这个特殊的这个预法堂来标识 当然如果碰到一些 我们无法确定的这个 就是无法确定的这样一些开源 开源序格证的话 我们也会用到canlod represent 主要是因为有些软件 他的开使用的这个序格证太过于膀胀 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license 引用到这个 homebrew的这个分发包里面 不去做分辨 不是代表这个软件本身不是开源软件 由于这个重发许可证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代码 做一些这个formular这个审计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audit命令 这个本身是基于这个github license 这个api github license的api之前是不支持双许可证 最近已经得到更新开始支持双许可证 以这个rust社区的这个双许可证为例 他们一般会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license的apache 还有一个是license的mit 当然它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不支持这个speedx的这个license exception 也就是说你比方说是apache2 without Irl vm exception 它现在是不能支持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speedx的标识符 它现在是一个去年批准的ISO标准 现在有300多个许可证 分为器用的许可证和载用的许可证 另外就是我说的这个license exceptions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语义来去表达 比方说这个apache2without Irl vm exception 就呃可以实现GPL的这个呃兼容性 其中这个MPL1.1 GPL2.0 GPL3.0 是firefox曾经使用的一个过渡license 在MPL2.0之前 结束 在结束今天的演讲之前 我还想 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 一些一些感想 开源许可证就像这个开源软件 基础软件一样 它都是整个开源生态系统的一个 非常基础的一部分 了解开源许可证有助于维护我们现在的这个 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开源生态系统 当然这个开源许可证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兴起 呃最近争议比较大的是这个Github的这个copilot的这个GA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Github用所有的Github的代码去train这个GPT3的这个呃 呃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然后用这个copilot的来去做一些呃 商业的一些服务 这是和GPL相违背 但我想说的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可能又会改变这个呃 整个著作版权或者是这个许可证这个生态的本身 因为他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是一个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个事情 呃最后想感谢今天呃到场的所有人呃 谢谢你听完我的整个分享